往生论上告诉我们 因为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是往生进度主要的条件 不能不发菩提心 不能不念佛 念佛容易 发心难了 菩提心真心 真心是智慧 忘心生烦恼 我们烦恼很多 为什么 用忘心不用真心 要用真心没烦恼 真心里头 妄想砸你 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首先 要远离三种 跟菩提心相违背的 由这三样东西 菩提心发不起来 那么第一个 就一智慧 我们中国 苦生仙仙知道 五常里都有 你看五常里有 人 义 离 智 那个智 就是离智 离智的反面 是感情 感情是烦恼 生烦恼 离智 生智慧 要用智 智呢 不求自乐 云离 贪嗔痴慢 决定要放晓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大慈大悲 也就是 自信里的爱心 要生出来 这个爱心是亲近的 没人物的 这个爱心是平等的 要爱护一切苦难众生 要念念 由让众生 得到平安幸福 要有这个念头 第三呢 要有 很好的方法 联明一切众生 云里 也恭敬 供养自己 希望别人 恭敬自己 供养自己 这个念头不好 这个念头 障碍你菩提 你菩提 发不出来 要学佛 要求往生 这三条 是天前菩萨告诉我们 你必须远离 那么翻过来呢 那就是三种 顺菩提 顺菩提 第一个 没有任务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的 清净性 不求自己的享受 一切随缘 顺境 逆境 善缘 我缘 没有营养不好 通通好 八分别 执着 放下 平等心 就现成了 第二个 安清净性 安是平安 要让一切众生 得到公平 得到安稳 平安是这个意思 平是公平 安是安稳 第三个 利益 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帮助众生 建立对 净土的 信心 怨信 帮助他们 往生 到极乐世界 自己心底 不露痕迹 不要像梁无地 那样 我做了这么多 好事 功德大不大 多不多 这个念头就错了 这个念头是什么 与你那个清净性 不相应 要修菩萨 做而无足 无足而足 做跟没做一样 心里面 永远保持 亲近平等就对了 决定不可疑 亲近平的 竟是有任务